谁都不会想自己的东西被偷的 但也顶不住 这个小偷本事大 什么都偷 手机钱包 总是有被偷的东西 大家肯定会说 这个小偷太坏了 但有的被偷 有些东西 真的不想被小偷偷到 而且这个东西 被小偷偷到了 比较倒胃口 前几天宋女士遇到这件事 咱们看一下 下午1点差不多在这里洗的 洗完之后是晒在那里 那天晚上还在的 我们回来的时候 早上起来 半天差不多发现没的 我袜子啊 然后还有衣服啊 都有好几件事 那里就少了一条内裤 然后我隔壁的也少了一条 内衣也少了一件 宋小姐回忆说 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但自己并没有在意 以为有人拿错了衣服 并没有对此深究 但是屡次三番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让她心里不踏实了 好在宋小姐租住的楼道内 有视频监控 这一看立马真相大白 她从加勒夫上班回来 已经是九段都发现衣服没有了 她就跟我说了 她说衣服 她会被人家脱出来 我说你早说 说我来给你掉进坑 你掉吗 我认为人家是收错了 起先这房东吴先生 也认为是有人收错衣服了 但是宋小姐说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两次了 吴先生就仔细分析了 当天的监控视频 就在晚上八点十二分的时候 这名那一大道现出了原形 这名男子一出现 便表现出了对内衣内裤的强烈兴趣 但他没有立刻下手 先是四周张望了一下 再到宋小姐的房门口 听下有没有响声 确定屋内没人的情况下 下手了 来 没回头 发现这只让没人 都是拿的 拿两条弹壳 真的拿 这是不需要人家的 是拿一条的 然后到那里面又是拿的 这样能偷人家弹壳 就没有人家弹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